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找了个男朋友 真的 是哪家小伙子这么有福气啊 妈 离我们家也不远 就在我们村口那边 他爸姓鹏 姓鹏 你说的不是那个阿能吧 对 妈 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挺高兴的嘛 你是想踢手还是怎么着 我们村洗里巴山的 谁不知道阿能是个傻子 我这好好的一个女儿 要嫁给一个傻子 我很有不有点啊 我得你往哪放啊 妈 其实阿龙他不傻 只不过你们不了解他而已 我告诉你 你想嫁给他 门都没有 我不同意 反正我非他不嫁 你要是敢嫁给他 你这辈子 你就不要进我家这个门了 妈 你看谁来了 妈 你把他带给他干嘛 妈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什么了 你结婚 你骗谁了 你的户口本还在我那里 妈 昨天我已经把户口本偷出来了 我们已经联完证了 你这个不省气的东西 你跟我滚 妈 我们结婚震动你了 你就同意了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都不特意他进我家的门 妈 你干嘛呢 你给我滚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你要是要他 就别进我这个家 别弄我这个妈 滚 快滚 妈 滚 妈 让你跟着我祝福 我不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我一定让你过上幸福的任何 遗憾的顶纱 没能点灵的脆弱 我们不相遇 当年被全村人认为傻子的阿龙 却是一个高智商 老公 这五年多亏了你 也谢谢你 当年别人都说我是个傻子 你还一难绝难的嫁给我 才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才能这样成功 你说了 我们去看看妈吧 嗯 走 女人好几年没回来了 我让她走 她还惊走 也不回来看看我 都怪那个傻子 把我女儿啊 迷得熊风颠倒的 几年了也不回来看看我 妈 我回来了 就是 你回来了 妈 这五年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就是那么多年没见你 想你 妈 都怪女儿 都怪女儿不孝顺 这么久才回来看你 这阿龙看起来不傻 妈 阿龙她本来就不傻 她只不过沟通发誓 与平常人不同 师师 你们俩这几年的外面 过得怎么样 我们出去以后 两人就开始创业 阿龙她非常聪明 所以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董事长 我呢 在她手下当经理 阿龙说太好了 以前啊 都是妈不对 妈 也是怕别人说闲话 妈 别说了 我这次回来看看你 然后就把你接着 妈 一会你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 好好好